混音乐的团员 他们不只说运笛非常深厚 而且团长 东东团长 他也是第十六届的金曲奖 最佳课语的演唱人 所以在东东乐团当中担任主唱 莫吉他也是他的利器 而且结合了这个阿泽流畅扎实的 Bass 还有哑含动人心学的琵琶 跟一体温柔拐跃的中国笛 来自鼓手一飞的沉稳的节奏 也让大家能够进入一个不一样的音乐世界 所以等一下大家只要一听就觉得 哇 不只是极了动感 而且结合了他们音乐的一个呈现 都是非常卖力的 所以接下来就请大家用热烈的掌声 来欢迎我们今天亚洲乐团 东东乐团精彩的演出 你请总赏 来 东东乐团在那边 我想说东东乐团在后面 结果是在这边 再给他们掌声来一下好不好 来 听说先跟大家讲一下 那他们可以说是从国外 今天回来到台湾 他们在美国纽约做巡演对不对 在美国纽约巡演的时候 听说也广受很多我们华人的朋友 以及国外的朋友对我们客家音乐的喜爱 所以你看不只是我们东东 他本名叫汤运焕 那这个东东可以说他不只在音乐当中的创作 也带给大家一个客家音乐的一个传承 所以这也是非常了不起 能够在台湾出发 然后立足到国际 是不是给他们一个最热烈的掌声好不好 听说他们今天带来的音乐 也是提合了我们在地客家 非常棒的一个音乐的呈现 歌谣的呈现 在他们准备的时候 也要提醒一下现场的朋友 我们的桃园莲花祭 从今天一直到8月20 只要你7月1号到8月20 来到现场的朋友 也请各位 请各位可以趁着我们莲花园 刚好莲花盛开的时候 也可以一起来拍个非常棒的照片 拍个IG网美的美照 IG网美的美照 就要问我这位好朋友 这位我们要怎么称呼你 云婷 云婷 也是我们之前的DJ 电台的DJ给他一个掌声好不好 他常常出没在桃园 尤其他为桃园莲花祭 最近这阵子 他也常常来到莲花园这边来取景拍照 也非常的厉害 所以大家可以追踪一下他的IG 就会知道说 其实我们桃园 只有莲花祭 用的莲花园的农业区 然后还有各地有很多的 休闲农业区在观音这里 大家有空的时候 不管是在活动举办的时候 还是说在礼拜六 礼拜天的时候 大家就可以一起来 不一样的一个假日的呈现 也是让大家感觉到说 原来我们观音有这么美丽的地方 这么美丽的莲花 一定要趁着莲花盛开的时候 赶快来拍几张美照 然后上传一下 标注一下 大家才会了解到说 往来我们的这个 2023桃园莲花祭的主题 你也把它标注一下 才知道原来莲花这么美 所以如果大家有看 就可以精神体验一下 前几天我来的时候 我还看到有人拿着这个 专业的摄影机 一直在拍 一直在拍 就要拍出这个莲花之美 所以这也是告诉大家说 我们这里还有一片 非常棒的示威桃园 所以请大家记得 如果今天来的朋友 你的朋友还想要来的话 赶快call他们来到现场 你看现在很多的游客朋友 他们陆续都在现场当中来拍照 尤其也不止我们的莲花而已 你再走里面走进去看 还有很多的刮果类的 也都在里面所呈现 这是有的时候我们都市的朋友 可能没有办法想见到说 我们常常在都市工作 那有的时候来到现场 来到我们的观音这个地方呢 也可以一起来感受到有不一样 桃园就是一个多流文化 也结合了客家 也结合了农业 让大家有感受到一种 不一样的一个呈现 好那详情呢 大家要记得 我们在桃园市政府农业局的网站 会说呢 2023世界客家国览会 大家想要了解有什么样的内容呈现的话呢 也可以啊 上这个网站搜寻2023 我们的世界客家国览会就可以了啊 好各位 接下来掌声在哪边